環境變化離癌風險提高 肺癌死亡率成為國人十大癌症死因之首 抽菸是造成肺磷狀細胞癌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因為公共場所無菸環境的推廣 以及菸菌的抽取 抽菸人數已經逐年下降 磷狀細胞癌病例數也逐年減少 約只占整體肺癌的10%左右 然而在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中 肺磷癌病患的5年存活率 卻與肺腺癌有相當大的差距 第一期肺腺癌與磷狀細胞癌的5年存活率 相差不大 都在90%左右 然而第二期磷狀細胞癌的5年存活率 60幾% 約是肺腺癌第三期末的存活率 主要是磷狀細胞癌可使用的藥物 不像肺腺癌有多種基因突變 可以選擇不同的標靶藥物來治療 磷狀上皮肺癌發生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氣管的黏膜 長時間暴露在致癌物的菸 就是我們抽的菸導致於它會產生癌化 跟肺腺癌比較起來 它處理起來會特別的棘手 因為它通常耗發的位置都比較靠近中心 一般通常很快 一般只要發生沒多久 它就會影響到氣管與血管 醫師指出有症狀的肺癌 大部分不會是早期 因此用症狀來分 可能會耽誤許多治療時機 肺磷癌它有三部特性 診斷不易 治療不多 癒後不佳 因為肺磷癌相對於肺腺癌 它比較容易耗發在中央位置 所以容易有壓迫 神經 血管 氣管 還有食道的問題 所以容易造成有一些咳嗽 咳血 頸部 臉部腫脹 甚至聲音沙啞 吞咽困難等症狀 如果是早期肺磷癌與其他肺癌 都是以開道為主 若是在晚期 則是以化學治療以及免疫治療 雖然肺癌治療已經進展到 所謂的精準醫療 也就是說會針對非小細胞肺癌去做檢測 是否帶有所謂驅動基因突變 以及相對應的標靶藥物治療 醫師提醒 一旦被診斷肺癌之後 務必要尋求正規治療 不可以相信偏方 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才能讓肺磷癌獲得最好的治療成果 巴拉新聞就要聽綜合報道 到醫院定期做檢查 才能確保身體健康無恙 尤其大腸癌是十大癌症發生人數第二名 110年最新癌症登記資料顯示 新診斷個案就有16238人 人數相當驚人 因為即便生活作息正常 也有規律運動的習慣 還是有可能會得到大腸癌 我平常其實飲食也自己覺得是清淡的 那我平常也有規律的在做運動 所以覺得自己也是健康的 那做了篩檢才知道說 是屬於陽性的 大腸癌的發生無聲無息 還好早期發現開始治療 可以降低晚期癌症發生率高達29% 以及35%的死亡率 我們的腫瘤或息肉在早期 往往在身體的症狀上 是表現不出任何的異常的 而這時候唯一能夠 懷疑它存在的證據 就是大便裡面有血 因此在大便裡面有血的情況 去接受大腸癌的檢查 就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發現裡面有或沒有息肉 定期篩檢可以讓早期的大腸癌 受到妥善治療 存活率高達90%以上 只需要做糞便前血檢查 如果有異常 也就是結果呈現陽性 需要進一步進行大腸進檢查 國健署對此也啟動追陽計劃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做篩檢的醫療院所 就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呢 發現他的病 他的民眾來這邊是陽性的部分 可以主動 主動把這些民眾再找回來 而且告訴他說 你可能需要做一個進一步的確診 大腸癌沒有徵兆 因此只能靠篩檢來揪出 尤其50歲以上男性 兩年一篩檢才不會錯過黃金治療期 保安順料身影張永龍 台北超報導 任何人只要肚子一餓 加上美食當前 都會忍不住品嘗一下 像這位李先生 對於自己愛吃的食物 肯定會飽餐一頓 因為真正的這個胃的這個問題 他不會痛 他不會痛 其實他是一種脹氣的感覺 大部分就是很不舒服 可是又講不出所以然出來 其實時常是因為我們胃的一個 慢性的發炎的情況 因為我們吃進去東西之後 他的胃酸 他的胃酸的關係 在胃裡面一直持續的食物 沒有辦法消化下去 變成原來兩三個小時可以消化完 他搞不好五六個小時還消化不完 臨床案例 一名中年男子經常飲酒 搭配香腸 醃漬韭菜 每週平均三次以上 沒想到近期經常感覺到胃脹脹的 而且不時出現噁心 甚至想吐的症狀 原本一開始以為吃太多 導致胃脹氣 持續一個月之後 趕緊求診治療 曾經有辦的案例叫做 他以為是消化不良 後來原來是胃在長東西 胃在長東西 胃癌這個東西 它其實在早期 它是沒有什麼症狀 就一般的症狀而已 但有時候等到你大便有帶血 鮮血 或是帶黑色的大便 或者是說吃不下的體重減輕 提醒早期胃癌症狀不明顯 大多是以潰癢來表現 比較不容易聯想到是癌症 等到出現了解黑便 貧血等未出血的症狀 或者是難下夜的情況時 可能是胃癌中晚期 因此民眾一定要提高警覺 不舒服儘快救醫 八道新聞綜合報導 平從醫檢師的安排 平躺高舉雙手進入機器檢查 就是這一台低劑量電腦斷層 現在是早期肺癌的施檢利器 健保在111年7月 把肺癌加入第五癌篩檢 提供加入病史抽菸使民眾 兩年一次的免費檢查 兩年內檢查了7萬8千人當中 揪出956人離癌 當中高達85.1% 都是早期 存活率高於9成 讓肺癌不再跟死亡畫上等號 早期的連到一期的話 那麼它五年的存活率是高達9成以上 可是到了第三期 第四期 那都下降到大概三成到一成多 肺癌長年位居全球發生死亡率 最高的癌症 以國內來看 從2011年10萬名病患中有26人死亡 到2022年降到21.8人死亡 所以有下降 但還是佔了癌症全死亡人數的五分之一 就是因為發現都很晚期 在一期以前的肺癌存活率高達9成 但到了四期 剩下不到一成差距非常明顯 也讓發現的時間點成為治療關鍵 怎麼樣讓這些第三期 第四期 能夠盡量變成第一期 目前證實唯一有效的方法 就是低劑量斷層的肺癌篩檢 因為低劑量斷層 第一個它不用打吸引劑 沒有危險性 第二個它的輻射劑量很低 所以你每年做兩次 基本上是安全的 國內肺癌發生主因 除了吸煙之外 家族屎跟空污的問題都沒有辦法避免 只能力求早期發現 力拼讓肺癌不再纏連死亡人數 最高的癌症 巴拉新聞和平李松元採訪報導 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會長痣 有人看得不滿意 會選擇靠醫美解決 但如果痣有出現變化就要當心 有皮膚科醫生就曾在公車上 拯救了一名個案 平常該如何分辨 致是良性還是惡性 醫師傳授方法 教大家輕鬆分辨 A 不對稱的 B 邊緣不規則 C 顏色不均 有紅有黑 D 直徑大於0.6公分以上 E 最後輕輕撫摸時有明顯凸起或有腫塊 另外不只長在皮膚上 如果指甲出現黑線要有所警覺 恆大的機率是癌變徵兆 亞洲人的話更常見的治是 不一定是跟日曬相關 亞洲人另一個比較常耗發黑色素癌的地方 當時手掌跟腳掌的痣 容易發生在可能五六十歲以上的人 醫師表示痣的範圍太大 基本上會建議以手術切除 做病理切片化驗 釐清是良性還是惡性 才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後續定期追蹤 防止癌因子再度復發 巴拉新聞杜君和綜合報導 為甚麼 感到的 有意見 事項目 有意見 有意見